穿高跟鞋 那我覺得比較 比較容易讓大家看到就是說 不亞的地方就是蘿蔔的地方 就是像我自己也是 其實因為我以前是舞者 所以其實就會比較容易是 小腿肌這個地方 這個全名叫斐腸肌 就很容易它是比較不順的 那如果你穿高跟鞋的話 如果又長期穿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斐腸肌 它就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然後蘿蔔就越來越大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教大家 就是如何用這個彈力帶 然後來讓這個斐腸肌可以拉長 我們可能要把鞋戳掉 好 戳好了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個彈力帶它本身就有彈性 那你自己在家裡面 其實就可以在家的客廳就可以坐 其實只要我們把我們的雙手 然後稍微繞一下彈力帶 因為每一個人的腳的長度不一樣 所以繞到其實是跟你的腳 其實你覺得是最舒服的一個長度 然後你可以坐在你家沙發就好 帶子要拉得很繃嗎 老師 對 因為拉得很繃的時候 當你在往前推的時候 你才可以感覺到 那個斐腸肌的延伸跟拉長 可是你的腳要很多的延展 就是你的腳 那個腳板要往後勾起來很多很多 要拉到可以勾起來 一定要勾起來啊 因為如果你不勾起來的話 你這個小腿的肌肉 就是基本上還是拉不到 所以你要整個把它往外勾起來 它才整個拉得到 對啊 可以嗎 薇薇說感覺是怎麼樣 好痠 應該很痠吧 很痠喔 那大腿就是很痠 這邊 根本就沒有用力勾啊 你要勾啊 要整個勾起來 然後要提你喔 而且背部要往上提 其實這個動作還可以受到腰跟腹啊 這樣就可以了喔 腰也其實有拉到筋吧 拉多久 老師 拉到筋啊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不一樣 其實我會建議就是5到10秒 5到10秒 放鬆 對 放鬆 然後你可以再換另外一邊 在使用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建議把彈力帶整個拉開 因為拉開的時候 它著力點才會比較大 對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使用上面會比較好使用 很難過 很難過 而且你知道嗎 尤其是女生 我覺得女生 打我們比這個 就會沒力 麗綸 對 其實我覺得女生很重要是 小腿這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穿高跟鞋 美不美 小腿這個 就是接近腳踝這個地方很重要 如果說你的整個肌肉 這裡沒有延長的話 其實它就很容易造成水腫 就如果你的小腿 基本上循環不好的話 它很容易造成水腫 所以這個動作基本上 它也是可以幫助你的整個小腿肚 整個新陳代謝 所以腳要再往回勾多一點 腳要往回勾 腳要壓著 然後你的背部要往上提高 對 挺直是不是 對 這個會很痠 然後保持不行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樣 其他兩位都已經收工了 然後後面兩位就再勾來了 會 直接收工了 然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 有嗎 比較高難度一點點的 就可以跟著我一起做 其實這個動作呢 它是兩隻腿一起 對 兩隻腿一起 然後一樣呢 你把它 先把這個彈力帶 放在你的腳掌上面 好 然後一樣你 你捲到覺得最舒服的一個位置 對 那我們現在呢 背部呢 雖然我們在椅子上面 但是我們背部 不要整個靠到椅子上 我們慢慢的呢 把背部拉長延伸 然後把你的背部往後延伸 但是不要 你看我現在背部 基本上它沒有靠在椅子上 真的耶 也太好了 你已經 對啊 腹肌要很強嘛 二 三 肚子用力啊 四 三 五 好 吐氣放鬆 好笑耶 對 所以我這是練你的腹肌 尤其是產後的婦女 就是肚子 肚子很容易鬆嗎 滿掉 對 然後我覺得是腹部 然後還有你的腹斜肌 腹斜肌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我們的 大腿外側 快要接近臀部的這個臀中肌 大腿外側臀中肌 因為許多時候我們女生站立的時候啊 你不太能夠挺起來 其實就是這個臀中肌 它的肌力不夠 尤其我們穿了一雙很美的高跟鞋 但是如果你的整個姿態是不美的 基本上它就看起來就 這鞋子就顯不出這個鞋子的美麗了 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老師 也希望大家秋冬都很硬啊 謝謝 謝謝 年見 拜拜 一起分手 拜拜